大家好,我先在贵州尊义 今天乘坐尊义的301路公交车 开往波州区客运站方向 这是属于长途公交 一般的公交车1块钱 它这个是3块钱 距离比较遥远 我们就看一下一路上的风景 尊义市区的面积真的是 打得不得了 以市中心为例 可以东南西北 都是15公里的范围 都是市中心 直径30公里都是市中心 这段路也比较好 双向8车道 然后尊义市区相对来讲也比较平坦 上下坡路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多 这一点还是比较优秀的 然后它往西面是靠近重庆 然后离贵阳也很近 然后风景的话有楼山关 还有茅台镇 对对对 今天感觉还可以 不算特别冷 前几天的温度是0度到1度 就冷的不得了 今天5到6度的气温 感觉要好很多了 就相差几度明显感觉 就不那么的冷 这一点还真的是非常重要 太冷了你手拿不住手机 知道吧 现在这里距离我住的地方 至少有十几公里了 但是你看到没有还是这么的繁华 也就是说这个尊义市中心的面积 真的是大的不可想象 现在路过的这个地方已经是属于波州区了 反正我从东南西北在尊义这边坐公交车 就没有到过郊区 我就没有看到他的郊区你知道吧 就是说太厉害了 这现在是越走越繁华了嘛 因为他到了波州区了 他每个城市 他那个到了另外一个区以后 就像市中心一样 所以说尊义这一点还真的是比较厉害啊 应该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了 这个方向再往前走 应该都能到惠阳了 因为惠阳应该是在这个方向 我身后是重庆 左手边是同仁 那右手边有可能是溜盘水 这车从我上车到现在就没有拐弯 基本上走的都是直线 这条路真的是又长又直啊 从我上车的地方到现在好远 还没能走到头 像现在这么冷的天气的话 水果也不敢随便吃 我买了两个橘子放在口袋 我把它捂的热一点 不然的话你直接吃凉了感觉吃不消 哦这里这段路稍微拐了个弯 但是它仍然是在这条路上 所以说还是走的这条路啊 嗯好像左边有山 然后右边哦 右边也有山 前面那个车子写的农村客运到丰香的 这个地名挺好听的吧 我等一下看具体在哪里下车的话 现在还不能确定 嗯做到底站的话 估计至少还有10站 现在这里到我住的那个地方 我估计得有20多公里了 应该差不多了 特别遥远了 这个波珠区的面积就很大呀 从我进入波珠区到现在 走了大概有七八公里了 还是这么的繁华 没能走到郊区啊 我刚才看到一个公交车 有直接返回尊义站 那等一下就可以坐车直达回去了 再往前坐个三四站 就能坐到波珠区客运站 已经快到底站了 下车了 因为再往前坐就到底站了嘛 所以就在这个波珠区这边下车了 刚才买了一条架厚的裤子 现在暖和多了 不然那条裤子有点薄 扛不住啊 现在买的这条裤子特别的厚实 现在穿上腿上立马就不冷了 但带来的问题就是 这个走路感觉都有点不太顺畅了 因为它太厚了嘛 就衣服穿多了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 可能你抬胳膊啊 这个腿啊 登山啊 走路啊 都会受到一点点影响 但是为了更好的保卵的话 这个是 还是得这么穿啊 因为像我这种在户外 每天都要在外面走路 面临的这个强低温的话 你如果衣服穿的裤子 保卵效果不好 对膝盖 它首先就是一个特别大的损伤嘛 所以说像这个这个冬天最怕的就是什么 就是冷一冷的话 你血液循环就会降慢 降慢的话 你这个尤其是这个脚啊 它离心脏是最远的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 冷的话从脚开始冷 然后到这个小腿 然后到膝盖到大腿 这样的话这个 所以说冬天保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所以说宁可走路麻烦一点 也必须要把这个架后的裤子给它穿上 这条架后的裤子什么时候才能脱下呢 气温至少超过15度 也就是气温在15度以下都是必须要穿上的 什么时候你看天气暴啊 今天超过15度 16 7度了 那可能要把这条架后的给它脱了 不然的话你一天到晚穿着它也难受嘛 对吧 所以说暂时就是一直这么穿着吧 你像现在的话这个接下来 1月份和2月份应该都是比较寒冷的 等我回老家过年的时候 那个寒冷的感觉啊 真的我们老家也冷 安徽那边 河飞那边嘛 大别山地区也是非常寒冷的 行了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等一下我的找车开始往回走了 这里现在距离我住的地方至少有20多公里了 下期见